假的金項鍊是鍍金的嘛 對 那事實上貴金屬 其實是要用手感 這是經過我好幾年 每天吃飯睡覺 都拿假的跟針在那邊晃 我去買菜 我也拿一個晶圓棒來晃 哇 圓外你來了喔 這一首紅寶石 將近要100萬以上 結果假的 所以你100萬給人家了 對 我說錢老闆你幹嘛哭啊 我說你不要勸我啊 哈哈哈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今天我們要來拜訪 台灣的一位傳奇人物 大家對他的印象 都是非常的博學多聞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我們今天來到 秦老闆的大籤當鋪 可以說他就是一個 當鋪業的傳奇 他樓下就像是一個精品店 嗯 沒錯 那怎麼感覺 就是很明亮 很清爽很乾淨 然後服務人員都穿著制服 跟我們早期對當鋪的印象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拜訪秦老闆 聽說他有很多受騙的經驗 連他都會被騙 對 沒錯 可見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那我們今天就來聽聽看 秦老闆 經營當鋪的哲學 還有秦老闆獨特的人生觀 操牌 今天非常榮幸 又可以來訪問到秦老闆 聽秦老闆講話真的非常有趣 因為他的學識太淵博了 包羅萬象 涉略盛廣 哪裡哪裡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入行很久 我16歲就入行了 16歲 就當學徒了 是 所以我見過的東西就很多 不敢說學識淵博 但是我比較喜歡研究 當然跟我的生意有關係 比如說20年前 我應該是全台灣收檔汽車最多的 我的倉庫裡面有100多輛汽車 都是客戶點檔 那我就對汽車就要研究 性能 價格以外 還有證件的真假 那些詐騙集團 可以把原廠的出廠證 發票 排官證明 心領牌照申請書 是 全都是假的 整套全部都是假的 整套是假的 而且那個車還是張車 不但錢沒了還要吃官司 對 因為如果收到這個贊物的話 恐怕都會自己本身都會有危險 對 我們當鋪業跟一般的行業不一樣 是 比如說你是當鋪老闆 我現在哪一隻老歷士 我不是說真假喔 我只問你說 老闆 鄧標 你第二句話就是要等多少 我說20萬 那你就要去鑑定 你說不行 早班 好啊 早班 如果這個表示假的 你10萬就沒了 對 沒錯 這種事我們是每天遇到 而且每天都有人來踢管 測試你的專業 不是 不是測試我的專業 測試他的產品 測試他的產品 今天他做到一個假的寶石 對 如果秦老闆都看不出來 大賣 如果秦老闆看出來了 回去改進 你還是四年之後再來吧 所以說秦老闆在當鋪已經 40年 50年的經驗 那可以說練就一副 火眼金睛 其實不敢說火眼金睛 其實我覺得 我的老師給我的一句話 我永遠記得 他是我的座右面 如果人對了 東西不對 有救 對 如果人不對 東西對了 沒救了 這句話有學問吧 有學問 怎麼說呢 假設一個人 來當一件東西是假的 是 可是他是無心的 是 他會來贖回你知道嗎 對 對不對 因為他不知道嘛 我就碰過這種事情 當到一支假錶 他想啊 死了 這次三萬塊不去了 完了 就算了對不對 沒想到他來贖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而且他講的話 讓我佩服萬分 因為你要常想 你當到假錶對不對 現在客戶來贖了 這個就是當鋪很為難的地方 我要跟你講 我如果跟你講 你就不會想 對嗎 但是我沒給你講 你後面要來回答 我再說假的 你說我前面回答 你怎麼不說 對 所以當鋪一定要講實話 是 不好意思 賢信 你這個表是假 你不討 沒關係 他是怎麼說 你說 你找我三萬 我給你三萬 表我今天假的 這不是重點 所以秦老闆更多的是 講一個人的人格 人格才是最重要 不是人格 觀察人的行為 是 我曾經去出一本書 叫做學上當 學上當 很多人就問我說 上當還要學 我說當然要學 因為你這一輩子 一定會上當 是 一定會上當 我第一筆生意 就是一條金香鏈 對 假的 金香鏈總沒有問題了吧 金香鏈 假的 是基本的吧 我們都認為它是基本 但是 金子 來來來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這該不會就是 該不會是你18歲的時候 收到的那一條金香鏈吧 這個就是當初的第一條金香鏈 第一條金香鏈 哇 真的嗎 對沒錯假的 說真的它還滿新的 還很亮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它是怎麼做的 假的金香鏈 這是鍍金的 對 但是它不習工本 它鍍好幾層 那事實上 貴金屬 其實是要用手感 金屬的密度是固定的 是 金有金 鉛有鉛 鐵有鐵的密度 所以說 它用鍍的 但是它裡面一定不是金對不對 對 所以你在手上的感覺 手感就不一樣 這是經過我好幾年 每天吃飯睡覺 都拿假的跟真的在那邊晃 沒事在那邊晃 我去買菜 我也拿一個晶圓棒的晃 哇 圓外你來了喔 請老闆你幹嘛拿個晶圓棒 我說這個是假的 沒有 你買一隻雞 他說來 要晶圓棒給你 他叫你找稅銀子給他 所以我在鑑定 金式的真假 從來都不用放大金 我用手一頂 我就知道重量是多少 最近就有一個人來當假手鏈 金的 金的 二兩多喔 手一下 先生 這個假的 哪有可能 你用手就知道 我說不 收拾一下 真金不怕火鍊 對 一燒就知道了 我沒有來收拾一下 他說 不用收拾啦 我知道就好了 就對了 所以 陳老闆您說這個是 度了好幾層金 對 所以你在外表上 怎麼看起來都是金子的橙色 對 你看這麼多年都不變色 對啊 他說這是當年那一條 我剛剛開玩笑的 你知道嗎 我當初還給他度過一次 因為當初有燒黑掉 我剛剛是復原 復原 像你看這支AP表 是全新的喔 有盒子喔 有證書喔 盒子證書都是真的喔 是看得到基金的喔 真的耶 透背的喔 表示他這基金也仿造的很真 我也算是略有研究 我這樣看起來我覺得他的寶石 當然啦 我現在知道先入為主我會覺得 嗯 好像寶石顏色乖乖 但是我說真的 就算上手人家也分辨不出來 是 那最後您怎麼發現 送去原廠鑑定 沒有 再看 經過我自己親自看過以後 我覺得這個有問題 然後他們又再去研究 確定老闆的眼光是正確的 因為老闆沒有每天都在這裡 對 那出貨也沒辦法當學費囉 這一支你們當初收幾萬 你現在要幾折 40萬吧 這支應該是當40萬吧 這甲錶2萬收 來小福 恭喜你2萬 我幫你出了 你看我們這個紅寶石 這一首是紅寶石 將近有100萬以上 這幾顆啊 加起來要100萬 要100萬以上喔 是 結果加的 所以你100萬給人家 對 然後以淚洗滅三天 然後我去參加人家的那個聚會 對 他說錢老闆你幹嘛 幹嘛哭啊 我說你不要勸我 想哭但是哭不出來 所以你看看我們在學東西 是不是要日新月異 是 人家一直推陳初心 你得要跟著上 否則的話 你就吃虧上到 而且我們這個行業 有一個行規 是不能討債的 你學一不經啊 你去跟人家按門鈴 你的道理說不清楚 是 請老師講的就是跟古董的行業一樣 是 這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現場說你看不準 這個是一種比較委婉的說法 但是 如果你收了這個物品的話 你是不能上門去要債說 欸你 我剛剛跟你收的那一顆是假的 我要跟你換回來 因為那個就是自己學藝不經 行規 跟古董一樣 是 所以這個後來是怎麼發現它是假的 就流蕩以後嘛 我們的流蕩品一定要經過我們再仔細看過 我們可以當到假的 但是我們不能賣假的 對 重點來了 我們賣假的 新製招牌就炸掉了 對 乾彎把它丟掉 也絕對不賣 有的時候你要這樣想 關鍵在人不在東西 對 假設這個表是真的 但是萬一它是前來的 髒物 那你不是更麻煩嗎 欸我現在眼淚流完了還可以笑 我當到一個假的 我跟你講我當到一個髒物就笑不出來了 是 對不對 為什麼 被判刑啊 假設你真的不小心收到髒物 因為你們當初在當的時候 不是都會留身分證 是的 然後會簽一個切結書 但是你要知道 身分證有可能是假的 對不對 整套都是假的 整套都是假的 所以我們在第一步的時候 像我在看證件 我的眼睛連警方都要來跟我討教 請讓你們給我看一下 這身分證真的要來講 跟你討教一下 為什麼這麼厲害 很簡單嘛 被騙太多次了 那我怎麼樣研究 非常簡單 我從印刷開始研究 我們身分證是哪一家印刷廠印的 對 那它用什麼油膜 我們就知道這個身分證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有些身分證是被偷的 空白身分證被偷 電影裡面有看過 就是把身分證戶備拿掉 然後把照片挖起來 然後再放一個照片上去 再重新戶備 是的 是的 像以前的身分證 你去領身分證 請問相片要不要寫名字 寫在後面 當然啊 不然的話 護偵事務所哪知道你是誰 對不對 歹徒就忘了這一點 你用燈光這樣打下去 那個相片背後沒有寫名字 哇賽 不說不知道 一時候嚇一跳 這個就是最厲害的地方 先生這張證件 拿給原來的人好嗎 拿給原來的人 騙子臉上不會寫騙子 他來的時候衣冠隔履啊 哇那看起來很大半啊 行情很好 像我這樣嗎 所以你看人不準 你看東西更不準 唯一的就是怎麼樣 你要洞測人心 所以我的書寫說學上當 就是教你怎麼去上當 是 上小當 OK 而且秦老闆把這些上當的經驗 總結下來 你如何把它化成正能量 因為您是第一個 用這種精品櫥窗 去展示你的品項 為什麼您會想要做這樣的方式 你就是你把它精品化了 他是這樣 一個行業如果沒有辦法 受到社會的肯定 這個行業還會存在嗎 你只要被當鋪A到錢 比如說利息算很重啊 吃人不賭葡頭啦 這就是當鋪為什麼要改造的原因 傳統的觀念 對 所以我們就要改善 改善什麼呢 很簡單 一切公開化 這個表買新的多少錢 我用eBay網站給你看 現在二手表上賣多少錢 是 我們打個六折好不好 合理嗎 因為它有起伏吧 對 這就是我們典當價格 所以我們要讓人家知道 我們這些都是公開的 然後呢 我們這是一個說真話的地方 我們東區有一個珠寶店啊 七十幾歲 做了四十年喔 結果兒子呢 買跑車交女朋友 錢都沒了 老先生為了要轎票 來盪東西啊 盪了一兩千萬啊 那我就說你不要再盪了 你收拾又不要做了 七十幾歲了 眼淚都掉下來了 你看幹了一輩子 說欸有這種當鋪老闆 叫人家不要盪 把錢留下來養老比較好 比較實在 因為我們當鋪如果不輸 我的客戶真的 有跳樓的上吊死了 他真的是走投無路了 是 銀行也不借了 當鋪也不借了 錢莊每天逼著他要錢 所以我就要求我自己 凡事說真話 秦老闆應該也是 從早期十六歲到現在 做了四五十年 想要翻轉當鋪給人家的既有印象 然後在這一路上 您也看到很多人的一生起起落落 不要弄到自己都走投無路去跳 退一步海闊天空 是 我在當鋪裡面 見過人家起高樓 見過人家驗兵客 也見過人家樓塔 我更見過 現在上市公司的大老闆 以前跑來當鋪找我的 是 這太多了 所以我認為 什麼叫有錢 知足就是有錢 對 這個我一直到了五十歲 我才覺悟 你的心境 你的程度 已經不一樣了 你追求的東西 不再是那些東西 你已經沒有那個活力了 沒有那個 就像年輕的時候是火炬 對 現在是蠟燭 跟您講話真是太有趣了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帶你看見 不一樣的錢老闆 超白 謝謝 超白 好聽說 好看 現在大失望 我們不要再給他 快點